原唱 我们的嫂子 杨成林 年人说 对对这个 对对这首歌是 是我夫人的一首 比较摇滚的过程 杨成林又出现在大众视野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2》播出后 她喜提多个热搜 节目在延续第一季传统规则的同时 也增加了不少新赛制 不仅把姐姐们分成了 《乘风守类组》和《破浪挑战组》 还在原有的基础上 增加了几位踢管姐姐 分别有杨成林 曾磊和苏运莹 最后 只有杨成林踢管成功 这个结果算是意料之中 早在踢管姐姐集合时 杨成林的唱跳实力就被肯定过 当时三位姐姐里 她最晚抵达长沙 刚上课 舞蹈老师就问她扒了哪些舞蹈 杨成林淡定地回答说全部 舞蹈老师和另外两位姐姐都感到惊讶 原来在隔离期间 她已经自学完所有舞蹈动作 快速跟上了进度 后续练习中 她都能给其他两位姐姐传授经验 苏运莹忍不住夸她 成林非常的专业 也非常有经验 比赛现场 杨成林也是实力宠粉 用胳膊肘和观众互动 现场却传来了李荣浩的尖叫声 杨成林听到粉丝呼喊李荣浩的名字后的下意识动作 表情也真实了 只见杨成林在人群中迅速定位这位观众 一脸严肃的用手指指着这位观众 但是杨成林却一秒破功 马上露出甜美的笑容 杨成林听到观众叫自己老公的名字 很惊讶也很诧异 杨成林内心想用严肃的小表情镇压这位观众 不料却被自己逗笑了 这表情也太可爱了吧 既有小女生的羞涩感 又有一种被大家认可的幸福感 杨成林可爱甜美的笑容中也流露着一种幸福感 鸟变小女生 没想到杨成林在节目现场也无意秀了一波恩爱 杨成林和李荣浩两人初相识于2007年 李荣浩帮杨成林写了一首幸福果子后再无交集 2014年李荣浩发布首张专辑 主动邀请杨成林担任嘉宾 从2015年开始至今 李荣浩在每年5月4号的零点都会发一句生日快乐 从刚开始的五指向到后来爱特微博 再到我的女孩 不由得让人怀疑两人是不是在一起了 最让人难忘的还是2017年 李荣浩在台北开演唱会 杨成林作为压轴嘉宾上台 歌还没唱完 李荣浩突然就搂住一旁的杨成林 不可自控地亲在她的脸上 直接把杨成林亲到变形 演唱会上 李荣浩毫不吝啬地表达了自己对杨成林的喜欢 在一个节目上 主持人提起李荣浩那晚的举动 李荣浩说彩排是没有亲吻的 但自己看到她走过来 就是忍不住 她觉得自己那么爱她 应该大大方方让全世界知道 强吻她会不会太用力了 当时就没想那么多 都没想到她会走过来 对 然后她走过来的时候 我觉得 我就忍不住了 可能是这样一个心理的OS 心理的OS 在2019年7月 李荣浩浪漫求婚杨成林 最终取得成功 在同一年的9月 两个人在微博上发布婚纱照 两个人真正成为了夫妻 但是两人官宣在一起后 引起了轩然大波 毕竟一个卡兹兰大眼镜 和一个睁着跟壁上 没有太大区别的人 让观众觉得很有趣 但是李荣浩的才华和风度 彻底迷倒了杨成林 有趣的灵魂更有意义 两人经常在对方重要的日子 第一时间送上祝福 撒狗良善幸福 让网友们直呼太甜了 如今杨成林与李荣浩已经结婚三年 在圈内也算得上是模范夫妻了 也祝福两人能一直幸福下去 未来也可以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